很多人都学经营 你也学经营了吧 那么什么是经营呢 经营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什么必须的 创造和经营 一切美好事物的能力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人生 对吧 那么经营包含了很多很多呀 那我们怎么学呢 有没有一个主干 有一个灵魂 有一个关键点 让我们把它一签 就能够知道啥是经营 经营之要 我们就了解了 今天我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经营者总是在解决两个矛盾的问题 把它融合在一起 而且什么相互之间不影响的并行下去 你看看这句话 矛盾这两个矛盾了 我们不回避 然后我还把这两个矛盾的事情并行下去 顺畅的让它什么呢 让它落下去 而且相互之间不影响 你比如说工作当中涨工资 我既保住了我的工作 又能让我涨了工资 这些技巧和方法 很多人都能做得到 商业当中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打个比方吧 雷军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说好的老板 有创新精神的老板 成功的老板 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我把我好的东西 我便宜的卖给你 同时我还赚到大钱 你想想 这两者是矛盾的 说我这东西好 我就要贵吗 这是商业的 然后的话 我要赚钱 那我这么便宜 我怎么赚钱呢 所以现场上就有很多很多传统的企业家 就在攻击上 上来就问了 说雷军 你先停一停 你先别说 你说好的东西 便宜 那你的利润在哪里 你能能挣钱 你不挣钱 你还是商人吗 你还是企业家吗 你这属于商业叛徒 可雷军说的话 说我好的东西 我便宜卖 是我的格局和思维 但是我好的东西便宜卖 我还能够赚钱 那是我的本事 说你既没有思维 又没有这个本事 你坐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很多很多的创业的年轻人 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矛盾了 这种矛盾是跟你的常识不一样 你就会打击和谩骂 这不对 一旦出现跟你常识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敬畏 跟你常识一样的时候 什么呢 你要远离 那常识性的东西 能改变你的人生吗 不能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当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解决了 你就成功了 打个比方 说那个凡登读书会的凡登 为什么靠三万块钱起家了 现在估值好几十个亿了呢 凡登说了一话 说事实上我跟逻辑思维 我们就成功 成功在一个点上 哪一点上呢 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太浮躁了 他们不爱读书 他们没有时间读书 他们不喜欢读书 可是呢 他们每天口里啊 还喊着我要读书 好了 我给他解决这个矛盾 什么矛盾呢 我给你讲 你听就行了 而且讲得很精 我把那个精华部分给你讲出来 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小时 对吧 我把这一个小时当中的 我讲出来 我给你什么 分享十五分钟 这就成了 这就是解决这个矛盾 你看一看 所以呢 很多很多的商业啊 就是在解决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 你要找到它 很多人见到这个矛盾 跑了百分之八十吧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 压根就什么 找不到这个矛盾 你让他问问题 自问自答 说你现在的创业难点在哪里啊 他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找不到矛盾 不会自问自答的 见了矛盾 就跑了 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 他怎么能成功呢 只有那百分之十的人 百分之二十的人 才在思考 我怎么解决呢 那还有很多很多解决不了的 对吧 那一旦说 我既找到这个矛盾 事实上就商业 我们所说的嘛 商业的商店 商机点啊 然后呢 我还能够有能力解决的 那百分之十都不到啊 有很多人 我找到矛盾了 成功了一半 但是我解决不了啊 也放弃了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功之道啊 经营之要 我是红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解合我今天所说的成功之道和经营之要当中的这句话啊 你们好好思考一下啊 我只是作为一个点拨啊 大家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智慧 运用自己的人生 运用自己的经历和教训来往这个点上伸扎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交流啊 谢谢